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诸葛玄去世后 诸葛亮两兄弟搬到襄阳城西边二十里的龙中 龙中这个地方是个非常优美的地方 宋朝的大诗人苏氏 也就是苏东坡 曾在万山这首诗中如此形容龙中 回头望西北隐隐归背起 传云古龙中万树桑拓美 就是说龙中这个地方林木茂密 山软起伏盘旋 远远看就像一条龙盘踞其中 就在这西谷幽深山明水秀的龙中 诸葛亮兄弟开始了长达十年 半耕半毒修身养性的农家生活 其实诸葛亮被叔叔诸葛玄送往金州襄阳 以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 是一次非常正确的决定 事后诸葛亮就是指事情发生后 再来推论发生与其间的因果关系 以及决策的对错 当时的金州安定复述 历史曾记载说 自中平以来金州独权 即刘表帷幕民幼丰乐 意思就是说 从汉陵帝中平元年以来 也就是西元184年开始 金州是中原唯一没有经历战争的地区 而当刘表成为次使之后 金州变得更加繁荣 人民丰衣足食 随着北方战或平人 许多知名人士与学者纷纷必居于此 史书记载 关西、碾州、欲州学士 规者盖有千人 事之避乱金州者 皆海内之俊杰 正因为各方知识分子避难金州 加上次使刘表非常重视教育 起立学校博求乳术 使金州在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上 远远超出中原其他地区 金州地区的安宁富庶 兴盛的文化教育 以及汇集至金州的博学红儒 刚好提供了求知若渴的诸葛亮 一个学习、思考 与获得各方资讯的优良环境 让诸葛亮有许多机会 跟各方名流切磋讨教 当时可真是谈笑又红儒 往来无白丁 诸葛亮兄弟搬离襄阳到龙中后 自然也就离开襄阳的公办学堂 转而到司马辉先生的水晋讲堂去听课了 由于诸葛亮浓忙期间都需夏天耕种 他非常珍惜到水晋讲堂去听课的机会 有一段趣闻是这么被传送着 司马辉讲课有个习惯 一听到公鸡提叫 就表示上午到了 就会下课放学生回家 诸葛亮听司马辉讲课都听得很专注 每次听得津津有味时 公鸡一提叫 就让诸葛亮的学习有种被打断 意犹为尽的遗憾 于是诸葛亮私下准备了几把米粒 感觉公鸡快叫时 就把米粒往窗外抛出去 让公鸡着实 延后下课时间 水晋先生司马辉人也很好 他了解诸葛亮半更半读的辛苦 以及求之若渴的心情 更想好好培育教导诸葛亮 也就不说穿点破 每次诸葛亮来水晋讲堂听课 他就会为诸葛亮多讲上一个时辰的课 司马辉智学简约 强调学以智用的学风 对诸葛亮影响很大 历史记载诸葛亮读书是读观其大略 意思是比起一般人读书 他会花更多的功夫去详细分析 综合比较 勿求融会贯通 读书注重领会 喜欢画繁围简 直接探索知识的最本质 方便日后在生活与工作上 做实际的运用 当时对这位不到二十岁 在龙中的青年诸葛亮 正式的历史书三国志 是这么描述的 两公庚龙母 好为梁富吟 身长八尺 美字比于管仲乐异 使人莫知许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诸葛亮在农忙期间 都亲自夏天耕种 闲暇时喜欢哼唱一首 叫梁富吟的民谣 诸葛亮长得高大壮硕 英俊挺拔 身高至少有一百八十五公分 年轻的诸葛亮 常将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 管仲和乐异一样 虽然当时许多同辈的青年知识分子 并不认同他有这份能耐 毕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 九和诸侯一筐天下成就霸业的贤相 越异则是战国时期辅佐燕昭王 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 打败齐国的大将军 所以同辈青年人听到诸葛亮文武双全的志向 纷纷摇头 觉得诸葛亮口气太大 并不认同他有这个能耐 有趣的是老一辈的学术红儒跟地方齐老 却很看重诸葛亮 觉得他的确拥有这种能力与天分 庞德公与司马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其实诸葛亮因早年的苦难生活 个性早熟 谨慎严肃 进退应对 尊重礼节 对事情很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自我要求很高 正是因为这早熟的个性 与对自己的要求 诸葛亮喜欢结交年岁较大的朋友 向他们请易学习 例如在水晋讲堂中结识了来自柏林的崔周平 以及来自尹川的徐元直 这些好朋友都比诸葛亮大上十岁以上 崔周平的家世背景非常好 父亲在朝廷当过太位 哥哥崔军当过西河太守 崔周平曾参与讨伐董卓的军事活动 个性直爽豪迈 跟诸葛亮之间无话不谈 徐元直呢 就是徐术 虽出身寒门 但为人正直有狭义精神 喜欢打抱不平 徐元直读起书来 可是不分昼夜 非常勤奋 这些年纪教长 且学问精熟的俊杰名士 都相信诸葛亮的才能 确实有如管仲和乐意一样的 文武双全 其实庞德公就曾以卧龙来形容诸葛亮 况且被称为水晶的司马辉 也很看重诸葛亮 称他是诗实物之俊杰 诸葛亮也非常称许赞赏 这群好朋友的才能 曾跟崔周平与徐元直说 凭你们的才干 将来一定可以当上次使或俊守的 当时徐元直反问诸葛亮 那你呢 诸葛亮则笑而不言 似乎对自己目前隐居于笼中 不求问答与诸侯的生活 很满意 但又似乎对自己的未来 胸有成竹 年纪轻轻的他 已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鹰霸之气了 在水晶讲堂进修学习了大约两年之后 诸葛亮在乳学法学与经史学的基础上都打得相当扎实 对各家理论在实物的运用上也颇为熟练 加上诸葛亮很能跟他那群才华洋溢的朋友学习讨教 非常能够见贤思奇 见不贤而内自行也 诸葛亮自己就曾说过 习初教周平 屡闻得失 后教原职 勤见启会 他与这群好朋友之间无话不谈 就像崔周平会直接指正缺失 就像义友中的有职 徐原职就像义友中的有多闻 常常见面讨论就能透过彼此精辟的见解 洞悉世间学问的本质 诸葛亮在智学 思考分析 与时局研判的能力日渐精益 只不过在诸葛亮的心中 总觉得在某些方面仍有所不足 尤其在兵法 阵法与道法的领悟上 一直无法突破 每逢夜深人静 想到这个问题时 诸葛亮的内心总有那么一点点的惆怅 不知如何找名师来提点 诸葛亮在隆中的学习遭遇到了瓶颈 他会如何突破呢 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朋友说说 诸葛亮灵山求道的故事 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 在此暂时搞一段落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